現在要申請信用卡 很多時候都是網上搞定 在社交平台 都不時都會見到這些廣告 標榜成功申請 就會有迎新獎賞 葉先生今年一月中 就透過一個相當出名的 網上個人理財平台申請信用卡 歡迎收看一線搜查 網上經常看到一些 申請信用卡的推廣 有些迎新的禮品、迎新的優惠 Joye你有沒有試過 因為這份禮品而申請信用卡 坦白說是有的 因為有些禮品真的很吸引 那我就要提醒你 如果你想透過一些平台 去申請信用卡 然後領取禮品的話 可能你要給點耐性 因為我們發現 網上的社交平台 有個虎主群組 都有二、三千人 他們就分享自己的經歷 有些就說追了一份禮品 追了一年都追不到 曾幾何時 街上會見到不少 申請信用卡的街站 不過時代不同了 再加上疫情 現在要申請信用卡 很多時都是網上搞定 在社交平台 周不時都會見到 這些廣告標榜成功申請 就會有迎新獎賞 葉先生今年一月中 就透過一個相當出名的 網上個人理財平台 申請信用卡 就說申請信用卡 之後他們就可以有一個 無線的禮品 所以我看到也是一個吸引 再加上除了無線耳機之外 亦都有一些 可能叫做超市券 做一些回贈 所以就試一下申請 那次也是第一次申請 申請信用卡過程 相當簡單 只是按入連結填資料就可以 但是要追這個迎新禮品 就相當困難 單是追他們拿獎 想換領的申請表格 都要追兩次 填完表格終於收到申請編號 葉先生說 以他所知 由信用卡獲派開始計 大約要等16個星期 就可以獲得獎品 但是他等到7月都未有消息 當時都估計 應該五月左右會有 但直至到7月 我都發覺未有任務回音 我就去那個網頁去 看一看情況 然後發覺他們有一個 審批的進步表格 就列出來 發覺那個批遲的申請 理論上他應該 其實六月就要發放 那個領取獎品的通知 但是我一直沒有 收到他的電郵 所以我在7月18日 我就傳過一次電郵 那個文化碼 進入了 後來我就發覺 不太對勞 我們就在 社交網頁 就去搜尋這個字 我剛開始打算 看看有沒有人 會討論一下這些 禮品更換的方法 總之後發現原來 是有一個討論的專業 其實是專門說 這些二次的不當行銷的手法 就是這樣 葉三加入的這個苦主群組 原來裡面已經有超過2500位成員 不少人都出帖 分享自己經歷 有些說追了成年都未拿到迎新禮品 有些追追下都放棄了 這個群組周不時都有新人加入 直到現在都保持著有新帖 說自己中了照 葉三在這個群組取經 按照網友教他的方法 寫電郵給發信用卡給他的銀行 再截圖 傳到這間理財平台的社交平台專頁 結果他第二天就收到通知 叫他可以去拿獎品 我根本不知道原來這些投訴是需要 才可以拿到他的禮品 我估計作為一個正常消費者 我亦都不會預計自己一定要去到投訴 或拿到面 我才可以拿到這些禮品 所以整個感覺其實是很差很差 其實葉先生已經算很有心機去追討 很多人追追下都放棄了 我們在網上搜尋 發現不少討論區或網頁都有人開帖 說追不到迎新禮品 甚至早在2019年就已經有人在說這件事 我們有看過這間公司的社交網站專頁 發現不少帖子下都有生氣公仔 亦都有人留言說騙人 過了承諾時間都未回覆 對於這些留言 專頁的回應就只是抱歉 可以inbox他們提供資料跟進 就著葉先生的個案 涉事的Citibank當時回覆她說 已經向平台反映延遲處理申請發放事宜 並深表協議 而銀行回覆我們查詢的時候就說 已經圓滿處理有關個案 還說不時檢討和第三方夥伴的合作 並完善相關流程 不過當葉先生滿心歡喜 以為終於拿到迎新禮品的時候 原來還有下文 只是想追回迎新禮品都搞了幾個月 真的死了很多細胞 但是禮品都追到手了 還有什麼下文呢 葉先生說她收到這部藍牙耳機之後 發現保養期原來已經生效了 為什麼又會這麼奇怪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 我們就問回這個網上個人理財平台 他們承認之前是有點延誤的 以及已經有一系列的改善措施了 由一月中上網申請信用卡 已經轉折 葉先生終於在8月可以獲得一份迎新禮品 是一個有品牌的藍牙耳機 不過她拿到回家用的時候 又發現了問題 那個無線耳機很奇怪 我們打開用後 我們發現保養期間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她的保養期間其實是2020年1月 但因為我拿過耳機的時候 應該是2020年8月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也不知道這個耳機其實 在給我們的錢 其實為什麼已經被人申請了保養 是生效了 被人申請了保養 莫非這份是二手禮物 我們就著葉先生的個案 向這個網上個人理財平台查詢 他們回覆的時候承認 今年初領獎程序有言誤 再加上疫情影響全球物流 所以令部分用戶未能按時領取獎賞 不過她們強調 她們從未也不會以任何方式 誤導或欺騙用戶 她們又說 會有一系列措施改善獎換領程序 包括與更多供應商合作 新聘人手和改善倉庫管理 其實有不少銀行都和這間理財平台合作 我們看回網上的留言 不少上用卡都牽涉其中 我們都有向這些機構查詢 東亞銀行就說 十分重視今次事件 會了解個別客戶情況作出更進 伊昂就說 在今年3月至8月 合共收到6名客戶查詢或投訴 只說拿不到營生禮品 還說已經在8月31日 終止這間公司的營生禮品推廣 消委會今年頭9個月 收到接近300宗相關投訴 消委會說 相比之前幾年 今年度投訴數字有上升趨勢 情況令人關注 金管局就說 今年頭6個月收到52宗 這類投訴銀行的個案 而在6月更向銀行業界發出提醒 不過金管局說 涉事的理財平台 並不是金管局規管的機構 不過如果銀行和第三方 合作推廣銀行產品或服務 銀行應該確保有關宣傳活動 公正合理 這類網上平台機構不受金管局監管 有大律師就說 當中存在灰色地帶 因為一般的條例上面 就是監控著一些正規的借貸 信用卡的情況 銀行服務 都是受金管局的監控 但你說這一類型 又好在一些灰色地帶的位置 是沒有上述所說的服務的話 那就不受金管局的監控 也都暫時性是沒有很明確的條例 去監管著這些服務的情況 不過都不是完全沒有網管 如果它是受住中介公司的情況 它提供服務 我們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去消費者委員會 或者如果它有些不良營商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在這方面 向海關做出投訴 因為有些法律條文也有說 不良營商服務 在這個身份說明條例裡面 都會受到海關監管 網上購物 有時為了享受這個免費送貨服務 我就會買滿某個金額 但我又發覺自己好像買買買買 有很多無謂的東西 我也是喜歡 下街掃現貨多些 因為有時還可以收拾便宜貨 我知道英國有位媽媽 就喜歡去超市掃一些即將到期 或者已經過了最佳食用期限的超低價食物 她說用三英鎊就可以煮出一家六口的食物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省錢方法 但買一些差不多過期的食品 真的要留意食物安全的問題 和小心病從口入 開電視,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